如果你现在想买水冷散热器的话 你就会发现你一身这个品牌绝对是你绕不开的选择 最大功率48瓦制冷效果超乎你的想象 48瓦运行一分钟 温度池降到零下22度 正面结了一层冰 用它给你的手机平板降温 你的设备绝对热不起来 也不用担心动画你的手机平板 因为它有三个档位 你可以用最低的 不够的话 你再用红色的红色档是最高的 风冷半导体散热器 你觉得吹出来的热风烫手 但是水冷不会 水冷都没有风 它会通过这台黑色管道 把这辆传出到水里 所以说你的水是会升温的 所以建议水桶越大越好 我这个水桶它是12升的 非常契合 而且这个水冷散热器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非常静音 我都可以用静音这个词 一点声音都没有 这冰层怎么又加厚了 确实厉害 有喜欢的学生们可以入手试一下 水桶到超市买一个就可以了 既好用又好玩